迷人的伊利诺伊州位于美国中西部 是美国位于北美五大湖区的八个州之一 伊利诺伊州与印第安纳州和密西西比河相邻 因其繁荣的工业和丰富的历史背景而最为著名 伊利诺伊州通常被称为草原之州 其地貌由树荫里长的农田 茅密的森林和丰富的起伏山丘组成 是一个独特的家园 伊利诺伊州不仅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州 实际上它已经被列为全国第21个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伊利诺伊州的人口超过1267万 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专业人士 家庭和退休人员来到这里 伊利诺伊州是全美最大城市之一 芝加哥市的所在地 因这里丰富的经济机会和高质量的生活而受到重视 如果您打算搬往伊利诺伊州 在伊利诺伊州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欢迎大家订阅这个频道 并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内容 尽管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可能会有压力 但如果在此之前您了解了这里的一些详细情况 那么就会有所不同 信用的是在您打包之前 我们给大家列出了住在伊利诺伊州的优点和缺点 而且还列出了伊利诺伊州最适合居住的五个地方 首先来分享居住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些优点 第一 林肯总统喜欢住在这里 伊利诺伊州通常被称为林肯的土地 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生活了很多年 尽管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 但大多数人将他与伊利诺伊州联系在一起 因为这是他开始政治生涯的地方 当林肯在1861年首次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时 他也居住在伊利诺伊州 由于这个州的人对这位鼓舞人心的历史人物 感到非常的自豪 伊利诺伊州有许多历史遗迹和博物馆 都是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而设立的 大家也可以参观伊利诺伊州的这些历史遗迹 第一 林肯故居 这个故居是林肯在成为总统之前 从1844年到1861年所居住的地方 第二 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 这是全国访问量最大的总统图书馆之一 第三个地方 林肯纪念碑协会 在位于伊利诺伊州斯布林菲尔德的项树林公墓 参观亚伯拉罕·林肯及其家人的最后安息地 第四 林肯的新塞勒姆 这个历史遗迹是对亚伯拉罕·林肯在1831年至1837年间所居住的前村落的重建 另外一个参观地址是林肯车厂 参观亚伯拉罕·林肯在首次担任总统时 向伊利诺伊州斯布林菲尔德发表告别演说的地方 当时他登上了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火车 第二个优势 伊利诺伊州的生活成本很低 伊利诺伊州的生活成本低于全国贫穷水平 在伊利诺伊州生活是可以负担得起的 这取决于您决定在哪个城市安家 总的来说 搬到伊利诺伊州比搬到佛罗里达州要便宜1.9% 比搬到德克萨斯州要贵8.7% 一个典型的租房者每月贫穷花费将近1000美元的住房 一个单身的成年人需要有至少3万美元的税后贫穷年收入 才能生活得很舒适 该州最高收入者的贫穷年收入通常是8万美元左右 杂货店 食品 交通 住房和医疗费用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伊利诺伊州最昂贵的城市是芝加哥 居民们会发现 离芝加哥及其郊区越远 生活成本和房价就越便宜 在劣势方面 要注意可怕的高税收 众所周知 伊利诺伊州的房产税率在全国是低而高的 第三个优势 这里有竞争力的房地产市场 由于该州大部分地区都是可负担得起的 除了芝加哥和高额的房产税之外 住房市场是强劲和繁荣的 事实上 伊利诺伊州目前正处于卖方市场 这意味着想买房的买家比可出售的房子多 伊利诺伊州的房屋平均只在市场上停留25天 这不仅推动了住房价格的上涨 而且 房地产市场的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 与去年相比 房屋销售量增长了9.6% 自COVID-19大流行病的冲击以来 住房市场已大幅反弹 伊利诺伊州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竞争非常激烈 芝加哥市中心的房价在不断地上涨 第四个优势 高质量的教育 如果您带着徐林儿童搬家 那么您会很高兴地知道 伊利诺伊州全州重视课堂内外的高质量教育 伊利诺伊州的公立学校系统 从幼儿园到十二年期的教育质量 在全国排名前三 对于那些寻找高等教育机会的人来说 该州也不乏一流的学院和大学攻其选择 本周共有125所高等教育机构和48所社区学院 有很多新的机会和项目 可以开始您的职业生涯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些伊利诺伊州顶级的学院和大学 包括第一 西北大学 这所私立非盈利性四年制大学 位于爱文斯顿 提供数十种课程和学位 第二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这所大学位于香槟市 您拥有最好的人力资源硕士学位 而排名第一 第三 芝加哥大学 作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大学之一 这所大学有超过16500名学生在读 另外一个学校是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成立于1857年 是整个伊利诺伊州最古老的公立大学 第五个优势 强大的经济 您知道吗 伊利诺伊州的GTP在全国排名第五 作为美国最多元化和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 伊利诺伊州在许多不同领域 都有惊人的工作机会 作为主要位于芝加哥和奥罗拉的 将近30家财富500强公司的中心 伊利诺伊州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和商业中心 该州最受欢迎的行业 包括机械 食品加工 电子 工程 用输和出版 另外 伊利诺伊州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5美元 是全国最高的工资之一 在伊利诺伊州生活时 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是比较容易的 第六个优势 运动在这里无处不在 在伊利诺伊州最值得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参加体育赛事 伊利诺伊州以体育狂热者的理想居住地而闻名 拥有专业 休闲和大学运动队 所有居民都喜欢为之加油助威 无论您喜欢棒球 曲棍球 橄榄球 篮球 还是英式足球 全州都有许多球队和联赛 口供观赏 芝加哥黑鹰队 芝加哥小熊队 芝加哥公牛队和芝加哥熊队 只是值得支持的职业球队中的一部分 第七个优势 这里的食物非常的棒 尽管芝加哥被列为美国最好的美食之都之一 但伊利诺伊州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受国际风味所启发的各种美食和菜肴的热门美食目的地 伊利诺伊州一些最著名的食物是热狗 生盘披萨 饺子 陀螺 肉汁 奶酪薯条和意大利牛肉三明治 这里有数百家顶级的餐厅 舒适的咖啡馆和古怪的酒吧 供您用餐 所有新鲜事物都值得尝试 另外一个优势 在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 无论您是喜欢探索精彩的户外活动 或者想在博物馆了解当地的历史和艺术 还是正在寻找令人兴奋的新的适合家庭的冒险活动 生活在伊利诺伊州都可以实现 下面给大家介绍伊利诺伊州的这些热门景点 第一 芝加哥艺术学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图书馆之一 第二 菲尔德博物馆 这座位于芝加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以其教育目的和有趣的文物而文明 第三 迁徙公园 这座芝加哥的免费公共公园和地标建筑 以文明的云门为特色 云门就是一个独特的豆形雕塑 第四 林肯公园动物园 作为北美最古老的动物园之一 这个动物园提供互动的展览和免费入场 另外一个景点是海军码头 这个位于芝加哥的3300英尺长的码头 每年共接待多达200万游客 拥有许多商店和餐馆 这里也是伊利诺伊州人民 欢迎游客来到伊利诺伊州的一个标志 以上是住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些优势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几点劣势 第一 警方犯罪 尽管伊利诺伊州有很多优点 但不幸的是 该州的犯罪率仍然值得关注 由于犯罪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伊利诺伊州的暴力犯罪数量 已去年增加了4% 这意味着伊利诺伊州的犯罪率 是每1000个居民中有4.1人犯罪 虽然只有16%的报告犯罪是暴力犯罪 但23%的报告犯罪中 与财产犯罪和抢劫有关 伊利诺伊州最常发生的犯罪 是严重袭击和强奸 虽然犯罪率可能很高 但与其他大城市非常相似 伊利诺伊州仍然有许多城市和社区 比其他城市和社区更加安全 如果您独自生活 请一定要查看 独自生活家庭安全的一个清单 以便获得家庭安全和相关的提示与技巧 第二个 劣势 这里的天气变化莫测 伊利诺伊州的大部分地区 以潮湿的大陆性气候著称 夏季炎热潮湿 冬季寒冷 虽然一年中的天气通常被认为是令人愉快的 但冬天的几个月可能极其恶劣 而且不可预测 气温可降至华氏两度以下 冰雪风暴无处不在 居民无处可逃 平均而言 伊利诺伊州每年最多可降雪22英寸 伊利诺伊州还容易发生其他自然灾害 非常容易受到严重的雪暴 洪水和龙卷风 第三个列是交通繁忙 伊利诺伊州人口众多且不断增长 工业蓬勃发展 是繁忙城市的发源地 这些城市以拥挤的街道和高峰时段的交通 而让人感到头疼 事实上 芝加哥被列为美国第三大拥堵城市 虽然居住在洛杉矶或纽约市的居民所经历的交通 肯定比芝加哥更加糟糕 在城里开车有时可能是一场噩梦 尤其是在高峰驾驶时间 在大城市也很难找到停车位 话虽如此 在买房之前 考虑上下班通勤时间可能是个好主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节目 在搬往伊利诺伊州之前 你需要知道的11件事情 包括居住在那里的优势和劣势 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栏目 请点赞转发 我是Echo 我们下次再见